立峰事業搭載全國第一則營業維生物發酵 營養維組織的發酵館觀光工廠 分成為五大組織館透過全人唱歌的島嶺 也有文創主題的世界在歪教學 讓民眾了解維生物發酵的奧妙和基蛋 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維生物它其實是無所不在的 那我們怎麼去運用在這些 因為維生物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像麵包或者是一些發酵食品 或者是醫療用品 醫療藥品或者是美容保養品 都可以應用到 我們會讓消費者去接觸說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維生應用的東西 那邊展館會做一個介紹 然後還有一個基本的互動 就是平常是應用的地方 讓消費者去清楚了解 調料混合於國大電窟裡面五張支館 時藥用真菌館和乳酸菌館 然後立峰中草藥發酵走廊町 全體的困境就是 他們做出不一樣的電窟 後面將能夠享受在裡面 那山珍貝館裡面 我們有介紹 食用菇菌還有要用真菌的一些標本 還有一些模型的部分 那消費者就知道 什麼是食用菇菌 那什麼是要用真菌 那另外還有從草鼠的 一個模型的一個展示 那原則上是 那另外可以主題 在這個整個導覽過程中 還有一個主題 就是 維生物發酵重大演進史 這個我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 去從西元前一萬年到 目前2013年整個 在有關於維生物發酵工業的 一個重大演進史的一個收集 在我們一個 在這個導覽的過程中 另外團體領所 達到15人以上的一個人 有有得讓技巧可以體驗 手作DIY 有飯團DIY 還是重工精油DIY頂頂 後面將要介紹 菌種發酵的過程中 所行善變化的各種事物 竟然可以影響興起 這也就沒有 來跟面將不幸 可以帶你家裡高中來參觀 我們看什麼東西 關電插方報道